大家晚安 我是吴介 今天任天堂公開了一款 加入Nintendo Switch Online 就可以使用的新服務 终于等很久了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听到董森的音乐啦 Nintendo Music这个APP收入了任天堂多数的音乐 包含了董森 斯普拉顿 玛丽欧 萨尔达 甚至连宝可梦的音乐 都有按照作品别收入在其中 他们还准备了角色的播放清单 这个播放清单里面会有该角色相关联的所有歌曲 甚至也会有像第一关的音乐 Boss战的音乐 这种游戏场景别的播放清单 其他也有按照曲风 分成各种心情类别的播放清单 当然也可以自己建立自己喜欢的播放清单 而毕竟都是游戏的音乐 所以也有可能会出现你没有玩过的游戏 你怕你因为听了这个音乐而被爆雷了 那还可以去设定那边打开防爆雷的开关 把你还不想被爆雷的作品登录进去就可以了 任天堂在这么小细节的地方也照顾到玩家真的是太神了 再来我觉得这个是动森玩家的福音 我之前就有买过动森的专辑原声带 当时有一些我很喜欢听的音乐 但常常听一听感觉还没听过影就结束跳下一首了 而这个APP出了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这个音乐想要听多久 你要听15分钟 30分钟 60分钟都可以 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功能 不过这个功能并不是每一首歌都适用 像动森的话 开头的曲目或者是广场的收音机体操 它本身就不是可以循环播放的音乐 所以它就不会支援 而任天堂也说之后会陆续的再更新追加收录音乐 大家可以期待啦 除了动森以外 还有一些红白机超任的老游戏音乐 这都是我很喜欢的 那大家常常在说任天堂的音乐很好听 但都不太会贩售相关的原声带 这次呢 他们推出了这个服务 真的让大家等很久了 我目前呢 自己使用起来觉得操作很直觉 而且呢 可以让手机在黑画面的状态下继续播音乐 像YouTube你还要买会员才能做到这件事 不过呢 目前这款APP呢 只有在日趋可以下载得到 要怎么跨区下载 大家可以找一下相关的教学影片 我这边呢 就不再另外说明了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